来关注时政热点 进入7月份 独生子女护理假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 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草案 并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到设立独生子女护理假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在住院治疗时 其子女每年可享受最多20天的护理假 期间工资照发 南都记者树立发现 截至7月7号 全国至少已有19个省份和城市 制定实施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 多地护理假达20天 同时北京 辽宁以及深圳等 至少三地正在探索制定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19地中 湖北 黑龙江 四川 宁夏 云南 西安等 6地明确规定 非独生子女也可享受护理假待遇 有业内人士向南都记者表示 国家应从全国层面统一规范护理假制度 建议未来不区分子女独生与非独生 让所有职工群体受益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 请查阅南方rá宫 être勤 订阅 都